基本上都快没有了 那没有了 那没有怎么办 一颗颗下血的变成这样 颗颗 这个地方出现的 这种就叫做 肝 不是 就叫做枯 枯笔 枯笔就是 它里面的水分 你不让它出来 你轻轻轻轻轻 它就变成成枯 你说枯可不可以出现 在画里面可以出现 在书画里面当然它也可以出现 可是 这种东西 绝对不那么多 因为枯了 它可能就 基本上就等于生命力比较少 可它本身还有生命力 它还没下 干 过来就好了 所以我们说 这条河床干渴了 干渴是 它里面可能还有水 但是因为现在 上面有增加得快 所以水比较少 但是它还是有一点点水 枯了 一条打牙 除非你再灌注它 不然就一条没了 慢慢就不见了 所以枯笔的感觉在书完全 它不是不能存在 可是要少用 另外一种枯笔的感觉就是 很多人写字是这样子 它墨也沾得很少 或是它已经写了 它后面没有墨 你看这这样写 把这野气填了下 你会看 哇 这种做五八 做七八 其实就是要铺 这边的水都不见了 水都不见了 那这种东西 不是常碳 可以用 但尽量少用 可比可用 因为可比要水 你说我现在这支笔这样子 我现在调一调 我现在不是在墨 我现在把墨盖刮出来 在墨盖刮出来 那你看哦 我在写的过程当中 如果我小心的调 调我的笔风 你看 它这感觉还是有墨的感觉 有水的感觉 这就是 渴 这就是要渴 这个就干了 这个就没有墨 这样一一一一二个 所以徐悦她第一次 他感觉她的写很快 像這種東西 你看我剛才在寫 它上很慢 因為我要調風 我要想辦法讓你的水墨出來 那徐衛他是一個水墨的 寫意的 寫意是非常重視水墨的 所以徐衛在寫的過程上 他很重視這個東西 這不是徐衛的那種調風動作嗎 這樣墨就會出來 你喜歡轉一下 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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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如果不轉 你就沒了 這就是我們在寫的時候 特別注意的這個地方 所以乾墨 可墨 枯墨 或是乾墨 可墨 枯墨 或是乾墨 可墨 枯墨 這個要分清楚 那基本上我們倒到這邊就可以 上面就可以 如果到枯墨 基本上少 一般你注意觀察這些數法大家 基本上用到枯墨的人 基本上沒有 其實像寧願錄他們在寫 他們都是 可墨 乾墨法 又渴 又乾 又渴又乾就是 我墨浓度會比邊人還要更浓 農度會比邊人還要更浓 比邊人還更浓一點點 那我寫的時候 然後 再放這個柱 我隨時再調這個 你看 利用這種 戰斗或是頓挫的這種手法 把墨一堆一堆一堆寫出來 那看起來的時候 它好像跟這個很像 你看 跟這個乾墨的感覺很像 它有點搭 可是又覺得它好像裡面有水 因為這個水是被它用這個殼筆法 把它擠出來的 筆字要擠出來 所以這種複雜度會比較多 所以你看我現在更沒有墨的時候 它可能寫我們寫這個諸詩好了 諸詩 它可能寫到這個字 它可能變成這樣 每個筆畫的動作都隨時在 然後再加一點 然後再加一點 再加一點 好的 你看 這個就是 可比乾墨法的一個處理效果 所以它比徐味 在這個裡面更要調更多 因為它墨比徐味更濃 徐味那是正常墨量的那種濃度 所以它寫的會很自然的寫 那濕了之後你就會覺得它寫得很順 那乾的時候就調風頓挫把它抓出來 可是這個因為本身墨就很濃 那濕的時候 你不小心 你有墨的時候你可能寫 它會出得來 是這樣子 像我們剛才那樣乾墨的效果 因為它很濃稠 可是它沒有墨怎麼辦 一段一段 可能要斷更多 因為割 你沒有分折更多段 沒有把它蹲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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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可能出不來 所以你看寧原路的那一種 明代寧原路跟王朵他們同時牽的 寧原路 它在用筆的用筆是一種 戰... 戰色或是戰斗的那種筆法 戰色 戰... 先把這些東西 欸... 這個... 先把這些東西擠出來 擠出來 沒有用這樣出來 嗯... 它可能這樣 你看都沒有墨 剛剛都沒有張墨 就這樣寫 它可能是這樣子 那你說有沒有墨 有啊 它是有墨 它跟這種... 啊...再見 它跟這種乾的感覺比起來 跟這種酷的感覺 跟這種酷的感覺比起來 它你就覺得它還是墨量很多耶 水分很多耶 跟這個比較... 這基本上已經沒有了 所以我們在寫字的時候 要注意這個原則 絕對不要跑到這個地方去 不要跑到這個地方 這是畫畫有時候 他們要表現的 某一個地方可以這樣弄 可是書法裡面基本上 它是講求線條生命 如果到這樣子枯比 它的線條生命 已經... 生命值已經快接近零的時候 那個那條線條 對我們來講 它的意義是不太大的 你說這個... 這樣子的感覺 它是不是零 沒有它有生命值 這樣基本上生命值就是零了 那...沒有線條的一個... 沒有生命的一個線條 在書法裡面 盡量避免讓它出現 這是很重要的 這是我們在寫這個時候 特別注意 而且寫完明這些人的時候 要特別注意這個事情 那當然完明之前的 更不用講 到... 如果到唐代以前 他們很重視末 他們基本上是用濃末 用濃末寫 這樣用濃末寫 那他們不是到很稠 可是一般用濃末 所以你看他們字都很飽滿 有末的感覺都很飽滿 就這樣來寫 末量的變化是從宋代開始 尤其密符開始之後 然後到達楊維甄 大家研製清那時候 研製清那時候 研製清紀子稿 它是很乾的 可是因為... 因為寫的速度很快 很自然的寫 有可能 那之後到... 密符是開發到最大的 再過來到楊維甄 再過來到外民這些人 我們這些人 所以我們在寫字的時候 寫我們這些人 在用墨上 我們要特別注意 特別注意 所以我們如果在寫 你看看他 反正看到這種 這種不對的地方 一眼就看到 覺得那個字看起來不順 不太舒服 搭 所以... 孫主你大概還不至於 比較小心 我先這樣子 快接近放那個樣子 你要特別注意 然後順著這個... 這個情況 順著把這個用墨的感覺 稍微講一下 稍微講一下 會比較清楚整個 我們在寫完美這個時候的 墨應該怎麼處理 那你才好 OK 好 得理請見